長年齡 我是坐出 我現在人在屏東的大墾丁釣蝦場 雖然我們能來到這裡 但是我剛有進去詢問工作人員 你們說我們可不可以來這邊做調拍攝 但是裡面的阿姨跟我說 我們不接受這樣的東西 有點可惜 OK啦各位我現在回到今天下榻的年數 冰海年數了 今天吃阿新生魚片的時候 老闆他看到我自己在角落吃東西吃的津津有味的時候 他在我離開的時候他送了我一盤 鮭魚肚生魚片 各位 我這輩子第一次吃到鮭魚肚這種東西 然後吃這種東西當然要有美食好朋友 啤酒 啤酒 欸這個 啤酒一打開就有一股很濃厚的 檸檬香料味嗎 真的就是香料味 蛤 那我們在想用這個魚肚之前呢 先把生魚片好朋友準備好嗎 蘸一點 哇沙比醬油就好了 喔 第一塊先吃清淡一點 喔 欸各位啦 剛開始我咬這生魚片的時候沒有什麼感覺 這時候覺得一個東西非常的滑而已 可是誰知道你咬一咬 喔 這個 好肥喔 好肥喔 OK啦再來這一塊 我們沾多一點的 醬油 哇沙比 有 有一種會讓你覺得非常濃郁但是 你又會想要繼續吃下一塊的蔥豆 再吃一下這個蘿蔔絲 就是有人說過吃生魚片你要配蘿蔔絲 到底是為什麼 知道人可以告訴我嗎 這次沾多一點的蘿蔔絲 好厲害的感覺 鮭魚肉 敬各位啦 那等一下我把這個肥美的鮭魚肉生魚片吃完之後 我就準備休息 我現在來到車城這裡 然後今天我竟然來到了屏東 當然是來吃一下萬暖豬腳啦 今天我來到的地方是熊家萬暖豬腳的車城店 OK啦今天這邊風有那麼一點大咧 不過沒關係啦 我們趕快進去點個東西吃吧 OK啦各位 今天來到這裡一定要先點個豬腳 我覺得點個小份的就好了 因為它光小份的一份就要320元了 我們再點一個客家菜 我們再點一個客家菜 薑絲大腸 還有白飯 先來去點餐吧 好啦各位 我剛剛點了一份320元的豬腳 還有一份260元的薑絲大腸都來了 那我們吃吃看 到底好吃嗎 嗯 這個豬腳皮它算是富有極大的彈性 我現在攪很久了 還是沒有辦法把它攪碎 我覺得充滿彈性的豬皮啊 這個豬腳吃起來跟我們往常吃到的乳豬腳 口感是極大的不一樣 而且整體吃起來它皮下的脂肪非常的吸收 吃起來是極度的清爽的 嗯 它這個蒜蓉甜醬油膏 咬下去有滿滿的蒜蓉香耶 而且隨著帶來有甜醬油的甜味 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個沾醬是非常好吃 那接下來吃吃看 薑絲大腸 很寒激沖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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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像這碗白飯一樣 也不知道要面对谁会比较好 刚刚两个都一样的强大 感觉这个大肠快要一面倒我获胜了 既然都点了一份白饭了 我们再让它赋予新的生命吧 完蛋了 周角它输给大肠了 这盘大肠已经抓住我的味蕾了 不得了 还有这酸菜堆里面混了一些香而不辣的辣椒 我先来啃一下猪脚啊 谢谢 他脚趾头绝对不能放过 满满的胶脂 最后就让这一盘大肠大显伸手吧 这碗白饭回合我全部都想留给大肠 在大肠离开他的王位宝座之后 接下来就是让猪脚递补上这个王位了 我们就用猪脚结束这一回合了 这一餐吃的非常满足啊 至于它好不好吃已经没有到那么重要了 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啰 各位啊 说今天车程这边风怎么大这样子啊 那我们再看看要去哪里好饿 那我们再看看要去哪里好饿 or那我们两个月 既然是的